Hello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阿思 我又回来了 关注微博的小伙伴 知道我前段时间跟我朋友 去海边玩的几天 感觉也是有蛮长一段时间 没有跟大家录视频来分享的 还有呢就是要在这里啰嗦一句 上次有一期的视频 大家说我一直不看镜头 所以我得在视频开头先说明一下 要怪就怪我的相机 因为它的那个显示屏就在我的侧面 我录着录着总是忍不住 看显示屏里面的自己 想看着自己说话 就没有办法直视镜头 那我今天录视频会尽量控制一下 尽量往镜头看 但是可能也会时不时的 瞟到显示屏向大家谅解 鼻子上这个是我挤黑头 然后它留下了一个黑黑的印子 所以我干脆就拿眼线胶笔 在上面点了一个质 假装是一颗质 今天的视频呢可以说是一个 视频版的淘宝购物清单的分享 虽然我也可以直接把我的淘宝清单 截图给大家看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呢就没有办法 跟大家分享太详细的 我自己的一些使用感 大家是不是也比较想看我坐在这里 跟你们慢慢的聊呢 那也会说到一些品牌寄给我的PR包裹 大部分的产品呢都是一些新品 我觉得大家可能也比较想要知道 我的一些感受吧 而且寄的实在是太多了 我自己根本用不完 所以我就打算留几样比较感兴趣的产品 试用看看 其他的呢就 对送给大家 PR包裹还有一些小福利的部分 我就放在视频的最后 首先要给你们看一个大的 这个大礼盒 精彩的是它里面的这颗蛋 我以前对这种礼盒类的就没什么兴趣 但这个我真的觉得很实用又很划算 这个呢其实是Look Fantastic 英国他们家在复活节出的一个礼盒 这个礼盒我已经打开用了 它里面的品牌呢都是我自己很喜欢的那种 就是这样子的 那这个礼盒里面呢 它有一瓶Ebloom他们家的卸妆折离症妆 这个产品呢我也推荐过好多次了 卸妆很干净 然后又很方便携带 它里面的成分呢有很多精油萃取 所以你在卸妆的同时又能帮你舒缓保湿 洗完之后呢脸也不会很干 就是那种软软滑滑的感觉 香味也是那种 就是很疗愈很舒缓的那种精油的气味 所以我觉得它使用感很好 那我之前这瓶呢几乎是已经空瓶了 所以这次刚好就是回购 还有一个是这个Elements他们家的 古胶原海洋油 这个包装我觉得外貌协会真的很难抵抗耶 很美妙的那种海洋渐变色 那Elements也是英国专业做水疗护理的品牌 这个油它的质地你们看流动性还蛮强的 是那种比较清爽好吸收的面油 我一般呢就是晚上把它混在面霜里用 就可以很好的维持你皮肤的一个光泽度 如果我有的时候脸很干 我就会把它滴一两滴就不要太多 太多的话会脱妆 一滴左右就差不多了 会让你的底妆非常非常的服贴 里面还有一瓶是这个Rodile他们家的 明星龙雪系列的眼霜 它是这种按压的 你就这样一挤 里面的膏体就出来了 这个眼霜的质地呢是非常非常水润 你们可以感受到它那种很水润的质地吗 一抹即化的那种感觉 我现在都是早晨用这款眼霜 有一定的保水感 但是又不至于太滋润 还有两支护发乳 一个是Colorwall这个品牌 一个是卡湿的 还有一支英国彩妆师品牌的口红 那它的质地是比较滋润的那种 总的来说这个套装我真的觉得很划算 因为我算了一下 它里面的这些产品总价值差不多有1900 但是呢我当时买下来是500左右 如果是买过EVLOOM这个卸妆者里就知道 这一整个套组的价格 我差不多就是一个EVLOOM这个卸妆者里的价格 而且我看了一下Look Fantastic的官网 它是在没有活动的时候 这个礼盒就已经全球售庆了 但是现在天猫旗舰店是还可以下单的 重点就是它比官网竟然还划算 我从下单到收到差不多就是两周的时间 最主要的是不用担心被睡 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 我觉得都很不错 前段时间看IMA的饰品被种草了 月壁是他们家的颈霜 它是比较滋润 比较像是黄油的感觉 偏厚重一点的 你涂在脖子上之后 可能需要稍微去按摩几分钟才会吸收 从我干皮的角度出发 我就是觉得就是要滋润才有安全感 我以前真的没有意识到我自己颈部的皮肤 但是后来我每次发照片 我就发现有很多人的关注点都在 我好像没有颈纹上 当然我并不是没有颈纹 只是相机或者手机的镜头拍出来不是很明显 但是呢从那之后 我也开始重视起我的颈部保养 平常涂护肤品啊都会顺带带到脖子 颈纹这个东西呢就你现在没有 你也可以用颈霜或者是平常用护肤品去擦一擦 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 要不然等到真的形成颈纹的时候 你想让它完全消失也是不可能的 那这个颈霜呢我才用过几次 关于它具体的效果 如果它真的有效 真的可以淡化颈纹的话 我之后爱用品肯定也会再分享它 下面分享一个彩妆 今年开始吧 很少很少买彩妆 除非是某一个产品我真的用完了 我要补货或者是真的是我好喜欢的一个东西 我才去买 不会像之前那样 只要一出新我就想买回来 然后不管自己用不用吧 买回来就是开心的那种心态 这个NARS的腮红膏呢也是当时一看图片就被种草 色号叫做Hushed 不用多说这一定就是我会买的那种 它的质地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软 就像是一块慕斯蛋糕的那种 罐子里看起来颜色比较深啊 但是它抹在手上 你涂开了之后 很自然温柔淡淡的粉色 我平常用这个腮红膏呢 不会像我这样用手指直接在脸上去把它推开 那样的话会稍微有一点破坏底妆 我都是用气垫粉铺或者是海绵蛋去占取它 这样轻拍上脸 但是老实说这个显色度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是有点太浅了 比较适合那种追求自然无妆感的妆效的小朋友 不是小朋友 姐妹们去试一试 前段时间买了两颗花枝小的腮红 这个品牌我真的在我的首页看到过无数次 太可爱了吧 它中间的这个爱心呢是那种凸出来的 整个的质感都是很厚的那种亚克力的感觉 里面的腮红本人就是这样的啊 也是这种爱心形状的 它的印花就做的很像是巧克力的那种 这个色号叫做肉桂巧克力 就是比较元气土橘的感觉 这个显色里真的很好 不小心把它摔到地上了 这块颜色叫做杏仁巧克力 它就是比较偏那种杏仁奶茶的感觉 我今天脸上用的就是这一块 你别看它在手上看起来淡淡的 但是它显色力其实非常非常的好 那他们家我没有尝试过其他的产品啊 单就这个系列的腮红来说我是很喜欢的 就包装又好看 粉质呢也是那种蛮细腻蛮丝滑的感觉 颜色选择也很多 大家就可以去看一下自己喜欢的色号 买一块来尝试一下 这个是艾杜莎他们家的眼线胶笔 我之前用的一直是Canmake的那个嘛 那只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用 这只眼线胶笔呢 除了这个外包装跟Canmake不一样之外 眼线胶笔本身我觉得跟Canmake都没有太大的区别 都是这种转出来就转不回去的设计 然后眼线胶笔本身的粗细也都是一样 非常的顺滑也很显色 这个我是前天刚收到用了两次 在我的眼睛上是没有韵染的问题的 它是不会韵染的 如果你的眼皮不是很爱出油的那种 它应该就不太会韵染 因为我本身也是干皮嘛 所以这个在我的眼睛上是不会晕染的 但是眼线胶笔我觉得 就是使用感的差异性还是蛮大的 还是需要去试一下 然后呢还买了一只这个艾杜莎的睫毛打底 他们家之前特别火的那一只红色的升级版 我已经有点忘了红色那只 使用感是什么样了 但是黑色这一只我跟你们说 真的不要太好用 升级之后呢它的包装变成了更加有质感的这种纯黑色 然后里面的这个刷头呢是没有变 依旧跟之前一样是这种小梳子的感觉 它刷出来的睫毛真的就是又干净又纤长 又根根分明超级的美 不过你的睫毛本身非常非常容易塌 或者是你之后用的那个睫毛膏很容易塌 它都可以很好的把你的睫毛hold住 比如说这只我之前跟香奈儿合作的时候 用的这只睫毛膏 它就是浓密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因为它可能膏体偏厚重一点 所以时间长了它会稍微有一点点塌 但是我最近就是买这两只搭配在一起用 我睫毛就是这样很浓密又很长 就蛮有存在感 而且它就是可以持久的卷翘一整天 2021年要送给大家最朴实的祝福就是 希望看我视频的小伙伴们 不要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是2%的米诺蒂尔的第一剂 太多人都说我饭量多了 我不知道澄清了多少遍 我的饭量很少很少 只有一点点 只是因为头发蓬松 所以看起来可能多 但实际上我给你们看 就这么点 跟发量多可以说是完全无关 我去年发量还算是多吧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去年年底到今年 我的头发感觉掉了一半了 年底的时候还去医院的脱发科 对确实有这个科 去看了一下医生 因为实在是掉发太严重了嘛 当时去看脱发科的时候 几乎都是年龄相仿的年轻人 大家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当时就是检查了一下我的性激素 我检查结果出来呢 一切都是很正常的 就没有具体的找出我脱发的原因 所以当时医生就给我开了一个米诺蒂尔的喷雾 但是医院开的那个米诺蒂尔的喷雾 非常非常的黏 那这瓶呢 它的质地是比较清爽的 完全不会糊头发 这是水状 我就打算这段时间坚持用一用看看怎么样 因为我的发际线最近真的岌岌可危 你们别看 现在看起来好像是很茂密 因为我涂了发际线粉 如果有一天我很久很久都没有出现 也许就是去植发际线了 如果你真的有脱发的困扰 最好还是去医院的脱发科 咨询一下医生 一般三甲医院都会有这个科室 下面手机壳大户要上线了 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最近买到了手机壳 还有手机支架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吧 我今天刚换的一个壳 这个配色我就觉得很有趣 然后这个壳子本身摸起来也很有质感 那我贴了两个手机支架 你也可以不贴这个气囊支架 因为这个壳子本身我觉得就蛮好看的了 但是我现在已经习惯用气囊支架了 这款跟刚才的风格比较不一样 它就是比较可爱卡通的那种 它还送了一个钥匙扣 然后一堆的手机支架 这三个先来分享一下 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三个是我朋友送给我的 它就是食品主题 西兰花 南瓜 还有一个三明治 这三个也是我之前买的 我也买了好多 就打算想要送给大家 这个就是那种拼色的棋盘格 然后这个是一个苹果 这个是一个橘子 我感觉这个棋盘格 跟我现在的手机壳好搭 平常很爱买手机壳 也很爱换手机壳 所以我有很多那种很新的 就用了一两天的那种手机壳 如果大家不介意我用过的话 你们可以弹幕或者留言告诉我 我到时候整理一下 送给喜欢的人吧 这样也比较环保 要不然真的放在那里 我用不到就很浪费 买了两个胶下的防晒口罩 当时就在首页刷到 就想说 好像这个设计还蛮有意思的 戴上就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这个黑色还挺好看的 那它这个口罩呢 就是给你眼下 还有颧骨这块的弧度做得非常好 就是包得很严实 这个紫色戴上就很奇怪 而且很显黑你们有觉得吗 好 那下面就是PR包裹了 来给你们先看一下 满出来了 这个是ZEN寄给我的产品 他们家的产品 我在三四年前刚出的时候 就有跟你们推荐过 现在真的品类好多呀 前段时间拆了一个修容粉来用 现在客资都快被我磨没了 连底下的那个方格的盘 都有一点点显现出来了 它的颜色是你们看 是偏灰棕灰棕的感觉 塗在脸上就是非常非常自然的阴影效果 如果你的肤色偏浅 你就少上一点 除了它家的修容粉和指甲油之外 其他的产品我还没怎么用过 到时候用了再跟大家分享这种感吧 也是非常非常感谢ZEN 给我寄了这么多的产品 下面呢又是一大箱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是 Miss Piggy小猪姐姐寄来的 这个好像是他们最近新出的产品 它最开始出的那个小猪美妆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 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有一盒卸妆精 这个卸妆精我们先 现在就可以来试一下 刚好我的手上有很多的彩妆 它这个卸妆精上面的液体是刚刚好的 不会感觉很干 哦 卸妆力很好哎 就这样轻轻的搓一下就没有了 卸妆精本身是很柔软的 所以不会觉得很摩擦皮肤的感觉 卸得很干净哎 你出去短途旅行一天两天的那种 感觉带这种卸妆精非常的方便 这个是眉笔 它这个包装我觉得做的很可爱 它是有一截这样凸出来的 可以直接这样抽出来 它里面还附了一个替换妆 还有眼线胶笔 下面这一大箱是来自Everbeb 我之前不是有吐槽过他们家的发带吗 除了那个发带之外 其他的产品我目前用到的 我都还蛮喜欢的 尤其是这个粉扑 这盒是三角形的 还剩下一块 这盒是方形的 我已经全部用完了 没有办法给你们展示了 柔软到像是在用棉花糖上妆 所以我很喜欢 还有一些梳子啊 牙刷这种非常实用的生活用品 也是非常非常感谢Everbeb 那这些PR包裹里的产品呢 我会自由组合四份 在B站还有微博的评论区 各抽取两位小伙伴送出 这个自由组合的礼物 好了那今天的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完了 那之后买到什么好用的有趣的产品 也会跟大家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